本来我有两个状况 不知道是不是对我修行会有影响呢 杂念比较多嘛 第一个状况就是 我对于一些比较悲或者是伤的事情 很容易感动就很容易流眼泪 感觉好像自己很脆弱这样子 第二个状况就是 我很敏感的话 我对别人很敏感 就是他们的情况 或是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 就变成就会想要给一些劝稿 那哪个状况是不是自己太多管闲事 还是想太多 所以变成有时禅修的时候 忘年会比较多 会是不是这个要怎样改善 我觉得世民觉 培育世民觉很有帮助 就是培育世民觉 如果是看到不好的事 你要生起真正的悲心 而不是那种伤感 这样吧 你就是想你能帮吗 能帮多少 能帮就去帮 不能帮 至少萨培萨达噶玛萨克 这是他的 也是自己的业的主人 这样 杯跟舌夹在一起 那就基本上那个问题就没有 吃杯心的杯 你想要帮他 但是帮得了就全心的去帮 帮不了也不需要难过 就是 他是他自己业的主人 这样 然后如果是 你天天想要帮人 也不是错了 只是说有用吗 这样 如果你的世民觉 你知道你的目的是要绑他 但是你知道有什么东西 是会绑到你 绑到他 如果没有 那也不要应用来 对吧 如果有 那不是好好去帮 如果你的心有 智慧 有明觉 有判断 你是会知道的 至少有那种可能性 对吧 如果你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了 那 你看到一个人要判死刑了 就是都已经抓进去 要判死刑 他的错都犯上了 也救不了 你再怎么慈悲他 你又能怎么样 对了 好像有种状态 就是很想 说服这样 他脱离 对对 高兴 可以啦 但是可以试试看 可以 通常我们 如果我们也是明觉的人 我们会试一试就知道了 如果不能 你不要应用来 再说服到人家来揍你 也没有需要 对吧 这样满地的意思 四明觉 这样我要通过 四明觉 在生活上 我教你怎么训练 就是 做什么东西 养成习惯 问一下自己 我做这个 我目的在哪里 我做这个东西 到底是 对我的目的来说 是加分还是减分 然后我现在的心 有没有情境 还是调入一个我 调入执着 然后呢 当然第三个明觉 跟禅修有关 但也是可以问 我现在手头做的是什么 对吧 有些时候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想 这个世界上要做的是 要帮的是 也帮不完 天天要劝的人 也劝不完 所以有些时候 当我走进自己的 正事的时候 我就要 我不会让这些 突然间冒作的东西 让我正事完成不了 对我来讲 我的正事完成 不管是传法 还是自修 他能达到的利益 远远多过这种 说说碎碎的 所以如果真的是 毙不了 我就会去做 如果没有 我也不会 让他阻碍我的正事 这个就是有点 类似第三个明觉 这样 这样是不是通过禅修 增加那个心的力量 会比较 慈悲喜舍 可以做得到 了了分明 是这样吗 不然这样子做到 正念 通过正念 通过正念 比如说我们会知道 开始你可能分不清 悲心跟伤感 但是你会发现到 伤感 它进入一种 negative的状态 可以流眼泪 一生自己没有力 是啊 为什么 我也不晓得 可能 我也不了解 你们流眼泪 是什么意思 感动就流眼泪 感动会 我都会 也是说真的 真的太感动了 有些有一些很 情况 我们也会感动到流泪 也会 感动是OK 伤感又不OK 你懂吗 感动是 伤感跟 悲的那个 慈悲不是 慈悲 很积极的 很有力量的 你是想要帮那个人 拔苦 想要帮那个人 引导那个人 克服那个苦 你知道吗 伤感是 反正做不到事 还要伤感一轮 有好处的 所以 悲是属于有智慧的 对 这是想 很正面的 通常我们的悲心 生气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更有力量的 不是更弱的 伤感是让我们的心更弱的 慈悲心是让我们更有力的 Santo Santo Bante 刚才你提到 世明觉 第一个就是 目的是真面的 还是负面的 第二个就是 当时的心 心境吗 第三个就是 我手头上在做什么 主要是指禅求 禅求月初 主要是指 只是我用同一个原理 基本上是记得 你手头 重点在做什么 人太第四个吗 第四个是 无耻明觉 无耻 就是 阿森摩哈 森巴迦亚 就是 你不会掉进 这个是恒常的 这个是乐的 这个是我 不会掉进 这种状态 其实很 比较属于无我 最主要的 特征 无耻明觉 最主要的特质 是无我 就是说 其实我们也可以 把这个市民 就用在我们平时生活上 可以可以 做事效率就高 修行效率高 做事效率也高 比如说 你在跟人家 做事的时候 你一个我一升起 你发现到 你的判断就不准了 你就失心来了 不爽了 不开心了 一不开心 它就种种 复杂的东西 就出来 然后也是很容易 很伤啊 很容易累啊 然后就整个没完 如果是你无知明觉 你不掉进去我的时候 你就会很如实的 看待一件事 到底什么东西对你好 什么东西对你不好 不好 看个明明了了了 但是你有一个我 就麻烦了 比如说 那天我们讲 要做一个决定 有个夏丽就跟我说 这个项目 我就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希望板地不要更改 因为我付出了心血 我不想你改 你看 它就用不上智慧了 对我们来讲 付出的心血 已经过去了 也来了 重要的是 我现在眼前 有几个选择 我改 好处是什么 坏处是什么 不改 好处是什么 坏处是什么 我们应该 在这样的情形下 做出最优的选择 但是它一想到 我付出了心血 如果改了 我就好像没有功德 看到没有 它已经把自己的 我放进去的时候 我就马上就知道 这样子的想法 你很难担起 团体的大量 因为你就把 你的私心绝入 你在做决策的时候 先考量到 我付出的心血 和我的功德 而不是 对什么东西 对团体最好 像我们做决定 我们一定要克服 这个弱点 我不管付出了 多少的心血 是想眼前我 这样子做 跟那样做 另一个做法 怎样对团体最好 要把自己的事情放掉 这样子才能够 调大量 担大任 但是他有一个 小小的心言 我这个项目 我付出了很久 我付出了很多心血 但是做决定 不是管你付出 多少心血 做决定只讲 现在眼前 我在向前走一步 哪一个选择 对我的生命 是最好的 对吧 就好像你拿了 铜铁沙士 走了28年的路 我就跟我爸爸讲了 你跟我说 我读了四年法律 我就一定要 我付出了四年的心血 读法律 我一定要去做律师 如果我做律师 我现在是什么结局 如果我去出家 我是什么样的结局 我应该想眼前 我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 哪一个对我生命最好 我付出的心血 已经 不相关了 已经晚不回了 我没办法 从头来过 我只能讲 现在我应该怎么走 我的生命最好 对吧 但是你有一个我 你看不到这一点的 你已经把那个 跟我相关的东西 纠缠在一起 很简单的道理 我这样子做 我拿黄金 钻石 更划算 但是我讲 我付出的心血 28年 我扛着铜铁沙士 我不要浪费 所以很简单的道理 你看不到 为什么 你的我觉入 所以生命就没有效率 如果我们有一个 无知明觉 我们就可以减掉 很多这种 损害生命判断 和效率的事 我看不到